腹部肿胀案例 2017年2月9日早上 石先生正在上班的路上 突然接到父亲用急切的语气 命令式的口吻 要求石先生赶紧回家一趟的电话 于是石先生急折转回家 回家一看 发现妈妈的肚子在一夜之间肿起来了 烦闷 头晕 焦躁 浑身无力 肿胀的地方像芒果一样 红紫色 鲜亮 用手触摸感觉里面有硬块 处理 按推剑锥原始点 找不到痛点 再按推下背部原始点 不光是疼痛 而且感觉非常的烦躁 不舒服 又引发心慌 再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心脏更加不舒服 这时候妈妈已经有点半昏迷状况 而且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热能严重不足 不能再按推了 立刻温敷 两条红豆袋前后夹击 还有一条在微波炉里加热备用 随时更换 温敷从8点40到11点30 期间又喝了一碗姜汤 慢慢就有效果了 讲话逐渐恢复正常 人也变得有了精神 体能再逐渐恢复 但中午没吃饭 说是吃不下 而且起床也费劲 下午6点多 勉强起来喝了两碗稀饭 一直到晚上睡觉 始终在温敷 2017年2月10日第二天 疼痛的症状有明显减轻 开始每天按照原始点的流程操作 每日按吞一次 温敷6个小时左右 500克鲜姜片熬煮姜汤 保持心情舒畅 素食 2017年2月11日第三天 皮肤的颜色有了显重改善 老人已经可以下地了 2月23日第14天 肤色渐渐淡化 不用手按 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 3月14日第35天 颜色已经看不出来了 肿块已经变得很小 前后35天比对 第一天 第三十五天 后续追踪 随着时间的推移 硬块渐渐缩小 大约三个月后 硬块完全消失了 至此 这个奇怪的病症 算是彻底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